一甲球队萨索洛官方宣布前下自由身的凯文普林斯伯阿腾,双方签约三年,和同期至2021年6月30日,31岁的伯阿腾在重返一甲后, 萨索洛成为他过去十一年里效力的第九家俱乐部,伯阿腾出生在德国柏林,七岁开始在柏林赫塔亲戚接受训练,十八岁时,他被提拔到柏林赫塔一队征战德甲,初登德甲赛场,伯阿腾让外界眼前一亮,身体素质健康,球风花少,德国媒体称他为德国C罗, 但十人柏林赫塔老派主教练导格茨并不喜欢柏埃腾的踢足风格,认为他过于散卖,应给踢得更规矩些,2007年夏天,柏林赫塔已经没法满足20岁的柏埃腾蓬勃的野心, 他以740末欧元的价格加盟英超热刺,创造了赫塔俱乐部历史第二高纪录,仅次于戴斯勒在2002年夏天,转会败人时的20末欧元,在英超,柏埃腾表现得水土不服,一度甚至被热刺时任主帅胡安德拉莫斯哥制在了预备队, 一年半时间里,柏埃腾仅在英超出场14次,8月9日赛季东西期,他被热刺租借会的贾多特蒙德,尼梅表现平平,半年后他又返回热刺,尼梅不在球队的计划之内,而热刺将他卖给了普辞茅斯,在普辞茅斯,柏埃腾开始打上了主意,因其发展迟迟低于预期, 从17岁起,便为德国各级国家队效力的他始终没有得到过乐福的征兆,为了参加世界,杯,他决定改投加内国家队,在十年南非世界杯开赛前的热身赛中,柏埃腾踩伤了巴拉克,造成后者无缘南非世界杯,南非世界杯,柏埃腾攻守坚北,成为加纳的核心,帮助球队打入八桥, 因为世界杯上的不俗表现,柏埃腾以575莫欧元的身价从普辞茅斯加盟一甲AC米兰,在米兰他迎来生涯的掌机,柏埃腾加入米兰的第一个赛季就随对获得了一甲冠军,在此后三年中,他为米兰在一甲处长期14次,打入石球,米兰也成为柏埃腾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一甲俱乐部, 13年夏天,柏埃腾第二次返回德国,沙尔克林斯赤子1200,莫欧元买下了他,1314赛季,他表现出色,28场德甲打入6个进球,14年夏天,柏埃腾遭遇生涯转折点,先是在巴西世界杯上,年纪率问题被加内国家队开除, 随后他宣布退出加内国家队,回到德甲范城,因为状态起伏,以及训练态度,被球队边原化,赛季结束后被解约,15年夏天,他重返米兰,但已经不负彼时金勇,一年后,他又离开米兰,去了西甲拉斯帕尔马斯,在拉斯帕尔马斯,柏埃腾重新找回做球星和核心的感觉,28场西甲打入 不持球,但他不愿意在西甲多逗留,出于希望离家更近的理由,离开西甲拉斯帕尔马斯,加盟了德甲法兰克福,在法兰克福度博尔腾,过了非常成功的一个赛季,他在德甲出场30次,贡献6个进球,于一次助攻,而在德国杯上,他出场5次,帮助法兰克福在决赛中,抱冷2比1击败败人慕尼海而夺管, 在柏埃腾和法兰克福的合同中,有一条协议,如果他想要离开,法兰克福不能阻拦,在地结束后,柏埃腾和法兰克福协议卸约,他选择再次回到一甲,贾蒙小球会萨索洛,萨索洛距离柏埃腾与女友梅丽莎萨塔索所居住的米兰,只有不到190公里,这是他选择萨索洛的重要原因, 柏埃腾是德国祖坛破去争议的球员,出道时天赋出众的他,本有成为世界一流球星的前置,但因为性格问题,最终成为祖坛的一个浪子。 参考导者,由于流球星期间,东北图部队和地下城市的西红洛人,